欢迎大家回来,咱们进行商业插画第20讲,还是继续上一个未完成的插画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这个是现在的翅膀和人物的绘制 咱们接下来可能要画更多的,包括其余的一些配套的,比如阴影,背斗七星 如果人物上再出现一些小的调整 在人物上面也不能画得太过于硬了,它可能需要稍微软一点 如果用橡皮擦工具可以稍微的擦一擦它,就让它边缘可能软一点点 现在咱们是其实在画人物它背景 和它这个人物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层次关系 现在就是人物稍微画的暖一点以后 咱们需要把人物跟它背景的 就是咱们可以把这个翅膀当成是背景 不要让它画的这么的虚 现在人物和背景它不能很好的形成这种对比 可能还是稍微花了一点 就这种翅膀上这种白点可能会多一点 现在需要就是让它更纯粹一点 把背景稍微的加深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就更为整体 人们看这个小人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突出 重心也会都落在上面 这个就是在平常咱们创作过程中要有意的去调整它 如果是现在调整这个背景 这个人物它本身这样一个动态来的 包括这小人它自己的就是一个背影 一个头影 其实这头影可以分很多种 比如说这人物的胳膊呀 裙子呀 啊 啊 鞋呀 这些都其实是有头影的 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下 在画这些调整的时候 大家也不能说把啊 这个这种规律 给调灭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北斗七星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大的一个关系做出来了 然后北斗七星画的时候就是按照啊 刚才的咱们之前的草草图是吧 可能北斗七星是很横向的 现在咱们是要把它做成纵向的 画这种白点的时候啊 你不能把它画成一个啊 特别实在的一个小排点 而是要把它啊 做成比较虚化一点 是吧 然后跟它也能够形成一点点关系 都是配套的做这样的啊 图形或者是插画创作 如果把它画的太过于死吧 这样的话图形就显得缺少生气 这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北斗七星是吧 包括它透明度的降低 因为它不能够抢占 比如说人物它本身的一个亮点 在里面人物肯定是最重要的 包括北斗七星 它近处的时候 近处的一些点 稍微亮一些 然后越靠后面的点 它可能会越暗 这个就是咱们的虚实关系嘛 这些都是要用心去思考一下 所以说画画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工作 需要你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也和基础这些也有关系 北斗七星如果只画成小点点的话 其实缺少缺少很多的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人们看星座都有连线 对吧 它就像勺子 它是狮子座或者是什么星座 这样的话有连线 它感觉好像更梦幻一点 还是更识别度高一些 是吧 而且跟这些白点连在一起 它也会比较整体一点 如果都挤个小白点放在上面 而且距离都相等 这样也比较刻板 如果把线一连上去 它的这样的点线的关系就有了 这样的在咱们的构成里面 这样点线面 是吧 就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 视觉上的舒服度 现在大的星座画完了 咱们接下来可以描绘一些比较小的 周围的一些就是作为配饰的小星星 这样才像星空吧 星空不可能只有这一个星座 所以说在画的过程中 这个星星作为配套的 它可能先在线这么比较深的去画 然后一会儿再把它的颜色调的可能会更低一点 无论是接下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关系 最主要的就是能让大家在这幅画里面明白你所要讲的这个故事 还是说你所要讲的这个作家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不能让大家把就是有点故事失彼是吧 让自己画面很强眼或者是画面很不强眼 然后完全没有突出作者他自己所表达的观点 然后咱们画这个插画配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够让这个文字能够如虎添翼 我现在画的这些线也都是也是这种比较层次关系分明一点 前面的星星可能会更亮一点 后面的会更暗一点 现在大概的这么一种创作也差不多能够进行90%了 我们在作画的过程中像透明度啊这些都是在比较常用的 所以说你在整体观察的时候发现这个星星跟人物的关系 或者背景跟人物的关系 他都需要比较好的统一起来 每个层层层级的关系大家也要比较好的去把握的 最少说每一个层级他都会在之前的这个画面上或者是层次上面能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辅助作用 而不是说对他进行任何的破坏或者是宣明夺主 如果稍微哪觉得别扭一点就需要咱们进行这样继续调整把它调到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 现在就是把这个画面稍微啊往中间一点这样的话你看他也有点黄金分割线的感觉 黄金分割就是人看这个画面这个位置是比较舒服的 如果画太中间的话就是咱们说比较刻板一点就比较死板一点没有灵动那种感觉 比如说我把这个画面最底下 然后平常这种画的习惯就是加上自己的签名 然后加上自己的这个简单的介绍 还可以还可以说 把这个文字进行进行修改 让他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这样画下来的话 这幅画可以找到 裁切一下 让他的画面更适中一些 这样的话画下来 你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 比如说日常的创作 对吧 或者当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作品 然后可以传到网上 或者是自己的微博 然后微信 朋友圈 都可以做这种比较文艺的这种玩法 然后这样插画画的多了以后 慢慢的他也会产生价值 比如说让他做成封面 然后跟商业结合做成海报 然后做成配套的这样的图文 结合的或者读者呀 然后知音啊 那些杂志也都里面作为配图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这个用法 或者是你的初衷 这个一定要明白 就是咱们在画的过程中 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这个想法 然后根据咱们 时常多练习 然后掌握的一些技巧 能够让他更好的去表达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需要不停的去失措 不停的发现问题 然后去解决问题 这样的话 咱们才能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你画过程中不求甚解 所以说需要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去给你做指点 这样的话 进步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 然后去完成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 这样的话 咱们画插画的乐趣才有 不应该说为了 就是画画画画 咱们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服务这个社会 和自己的兴趣 那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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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